一人之下迎来最扎心剧情 陈朵选择死亡 你被刀了吗 身为古神圣童 陈朵从初升起就注定了自己的命运 他努力地想要过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很遗憾 他无法应付 当他拿着冰淇淋走在街上的时候 即便脸上露出笑容 身边的人也会被他吓到 陈朵临死前 最后的心愿 就是能够自由自在地逛街 临时工陪着他 无忧无虑地走在街上 那一刻我们看到 陈朵脸上是充满笑容的 他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 可以玩游戏 可以买好看的衣服 还可以吃到美味的冰淇淋 虽然这些都是普通人 可以随时享受到的 但是这一切对于陈朵来说 都是兴起而有趣的 只不过这些美好的时光 对于陈朵来说 非常的短暂 稍纵即逝 陈朵对于自己的死亡 并没有表现出过多悲伤的情绪 他还只是一个花季少女 却背负了太多的东西 陈朵并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情绪 他感受到开心就会笑 感受到心跳就会害羞 他更害怕的是没有任何选择的离去 肖子在给了陈朵选择 让他能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离开这个世界 当一切的美好成为过眼云烟 陈朵头发脱落 身体逐渐腐化 世人像看怪物一样围观拍照 陈朵依旧天真而浪漫地走着 因为死后要休息很久 所以他选择行走 直到生命的尽头 恍惚间 陈朵似乎摆脱了孤独的控制 他欢快地跑向料钟 安静地打坐 那一刻 陈朵似乎获得了内心的满足 愿他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快乐 陈朵在生前 获得了所有临时工的尊重 虽然最初 张楚兰对陈朵的选择提出了意义 但是最终 在老肖的威慑下 张楚兰也赞同了陈朵的选择 肖子在对陈朵真是不错 当陈朵倒在地上的时候 众人沉默 肖子在念动经文 那一刻宛若神明 陈朵走了 老梦痛哭流涕 不少人看到这一幕 也忍不住泪目 我不知该如何表达 这种悲伤的情绪 但请记住 当陈朵离去的时候 整个世界的屏幕 为他闪烁